女染菜花 告医师男友重伤害 在北部某医院任职的理性医师 和女友交往一年多 前年底女友染上菜花 华医师遭她传染 奋而分手 并怒控她重伤害 传染花柳病等罪嫌 女友告诉检察官 男友是她的初恋 她没其他性伴侣 华医师医师男友隐瞒病情 和她交往 但台北地监署沈卓 菜花浅夫妻可能长达 八个月至数年 且浅夫妻也可能传染 而医师男友之前 并无相关就诊记录 也没证据证明 她明知有菜花 还与女方黑秀 昨天予以不起诉 律师表示 传染花柳病罪 须明知有病 还故意用对方发生性行为 才会成罪 另外因菜花有可能治愈 所以无法适用 对他人重要器官造成 重大不治伤害的 重伤害罪嫌 动新闻台北报导